Hello 各位, 今天的评论是 试的时候, 试差不多一年之前试 那时试完之后也有拍 但试说声的部分一直没有说 如果放下了很久 没人写字楼, 所以我应该去除口罩 因为戴了口罩, 你听我的声音 虽然听到我说话 但觉得咬字不太清晰 脱了口罩, 收音会收得比较清晰 听就会听得更好 好, 我们马上回到一年之前 好, 继续是线材系列 亦是由90 年代后期开始 很多朋友都用的线材 今天介绍的是加拿大Gutwire 的三条线材 但实际上是两条是电源线 其中一条是地线 不过你只看, 你会看到三条电源线 因为那条地线很粗 不开箱, 直接开放 因为每条线都要讲解一下 怕不够时间 所以便直接进正题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郭嘉然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这一部分我举一条线给大家玩玩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加拿大Gutwire 加拿大Gutwire 其实是很多年历史 应该有超过二十年的历史 亦是加拿大相当资深的高级音响、线材、品牌 他们有很多自己研发的技术 刚刚玩的时候, 主要是玩电源线 因为电源线特别出色 来到今时今日 我仍然觉得很值得跟大家介绍电源线 今天介绍的电源线, 我拆出来用了 因为用了很久 第一条我要讲的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应该是主力的 因为这个叫做SV8 相对上是伸出和比较中价 因为它有一些中价的电源线 这条其实也很厉害 就是这条,SV8 第二条要讲的就是价位也比较便宜 就叫做SV6 SV6没有这个那么厉害, 分开去独立行 但里面也有独立的屏蔽 你按下去就知道 两条电源线之外 还有一条地线 这个叫地线 Ultimate Grand CE 其实这一边 就是你要见到有个尾式电插 其实实际上, 最重要是这条底 下面的火线和中线是没有关系的 这一边有很多版本的 有电插, 也有Balance 插, 也有RCA 插 目的就是复免你的器材 因为你的器材要接地 这里你换到一个WBT 的靓插 其实我用胎表计过 这个RCA 插的Ground Port 即是外围 和电的Ground Port是通的 另外, 这个Sum 和这些是不关系的 所以放心, 不会有一些直流 进入了你部机里 是分开的 那功能是什么呢? 其实功能就是 一个附加的地线 在你的系统里面 即它不是和你加一个关 它只不过是 令到Power 关和Signal 关 连接是很直接的 这样会改变到整个系统的声音 特别是对Signal 很敏感的 音频讯号的器材 即Hi-Fi 产品 就更加明显了 这个就分开独立讲了 因为主要先跟大家讲讲 这两条电源线 我现在的色 先讲讲这个Gutwire 的SV 系列 SV 系列是Gutwire 近年比较主力的产品线 它的型号价位, 并是并阔 SV 由SV 6 开始 SV 6, SV 8, SV 12 SV 16, SV 22 和 SV 28 SV 6 即是绿色的 你先看它的SPEC SPEC 用101% IACS 的纯统 线的粗度是16Gauge 6 条 火线、中线、地线、每个两芯 它的屏蔽是用铜网屏蔽 用空气芯绝缘 插头亦加了一些天然物料 来吸收鞋震和干扰 这个技术不是新东西 其实十几年前它们的线材 已经在插头中加了一些天然物料 来做教声 所以你摸它的IEC 插头 你会听到里面有沙锤的声音 IEC 插头用WordGate 320 EVO 15A 美式插头用WordGate 5266 EVO 我们谈完SV6 后谈谈SV8 SV8 也是黑色线 然后头部包了白色 其实很容易认 最大的分别是SV8 行四条线 独立分开行 包着线的尼龙网加了碳纤和C 质 这种网有极度高的防正电 以及抵御外来高频入侵的能力 但这种比较一般的静电网 其实成本比较贵 贵几倍 所以要去到这个价位才能用到这个屏蔽 线芯方面依然是用16Gate 101% IACX 单支实芯的纯同导体 用了8条 分别是怎样分配法呢? 就是地线是3条 中线是3条 火线是2条 你见到每一个线芯都包了纯同的屏蔽网 用铁佛龙Tek方的空气管做绝缘 美式插头用WordGate 5266 EVO 而IEC 那边是用WordGate 320 EVO 另外值得一提是 Gutwire 的电源线 在插头上有一个地线走出来 这条线是整个线内屏蔽层的接地 去到中期SP系列的线材 反而将线芯屏蔽网的接地 直接摘到线的Earth 去到上一代Cube系列 有两个接地 分别是有独立拉出来的接地 和摘到Earth Pin 的位置 这个厂方称为ERP 的技术 去到今次我试试这两条线 SV6 和SV8 都在用一样的技术 原生中那日记 随年变厚 而当中的角色 尋无分手 超正咖啡座 原曲中 跟你现实 先谈谈两条线 相同的特色线 其实这两条线的声音跟Gutwire 的线一样 是很有同线的代表性 声音比较自然 中低频的分量比较重 动态相当强患 音乐分隔度亦做得非常好 即是有一种质感 所以多年以来 很多朋友都会用Gutwire 的电源线 放在扩音机或总笼 这两条线都走回这个特色 SV6 有了我刚才所说的每个特色 我试这条线时 主要是落M 其实也很合适合M 令整个声音活泼沙满了 力量也充沛了 说完SV6 便说到SV8 SV8 有了SV6 所有特色 都是自然 有同线的声音 低频漂亮 动态漂亮 但更多的是高低伸延幅度更大 而且背景更静 乐器分隔度再忏悔一点 一般人觉得同线的声音比较重一点 可能一些细致、高频伸延、微动态 就没有那么明显 SV8 有了这些东西 大部分的情况之后 我都会用它来夹M 是非常夹的 但我亦试过放下去 插梳士亦有一样的表现 但始终它最大的特色 都是在能量和低频方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它很合适 这两条线都很合适合总笼或夹M SV8 当然比较漂亮 其实也很合理 一间厂不会做一条贵线 会比较比较便宜 但SV6 声音还是挺贴 所以如果大家追求性价比 SV6 性价比较高 但绝对质素就是SV8 这就是肯定的 最后要谈谈地线 一般地线都主要是搞底线 当然底线都是底线 它不会产生另一个底线 但如果底线处理得好 对非常敏感的音响器材 都会有一个帮助 一个声音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当然就是 令到背景更静 无措感减少 今次试的地线亦都有这个帮助 它不会改变你的音色 只会改变了少少东西 不过想提醒一件事 就是电源线和地线 其实它们各自有各自对声音的改变 就不是代表它们一定要一齐用 才有效果 其实它们分开独立用 或者只用一样东西 都有它们的效果 只不过今次试 就发觉它的地线和电源线 它们的声音是非常合格的 而且是可以互补长短 所以就合在一起来说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 线谱线那里自己听听 感受一下 是否合适合你的口味 今天跟大家介绍 Gutwire 的SV6 和SV8 以及它的地线的线材介绍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们 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住频道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免出你第一次人受讨论 还了线线差不多半年了 差点忘记了它的声音 幸好它是很容易你会记得它的声音的线 不是一些插了下去和没有插没有分别 又是一个比较容易夹 令活性很高的线 下次我不会再试一样东西 还原这么久都不出片 否则真的搞不好 下条片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线材 是这样,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